每个人的就是个性也不一样 从出生开始 包括家庭的环境 学校的教育 你的朋友圈什么的 都会影响你这个人的 就是一种怎么讲的 我也不知道说哪个词 就是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有些人 他是如果你对他 他就是中国有些属于 就是鞭斥一些教育 训斥就给予那种比较 就是不叫体伐 就是羞硬点就告诉他 你不应该这么做 就做的比较错 或什么什么 甚至说一些更加 就是你容颜不可能成功了 或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话 有些人好像对于这样的话语 你的那个反应程度是 就是证明他会努力证明给那个说他的人看 我是可以的 你说的并不对 有些人是喜欢这种呢 这种呢就是信息对他的反过来的冲击 那另外一部分人 他喜欢就是那种鼓励式的安慰式的那种 能够和他就是 就是进入到他的大脑 就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或者是你是不是开心 为什么做的不好 或者什么下次可以再多怎么样 就是鼓励温暖式的支持式的正面式的 哪怕你栽根头也是不断鼓励你 认可你给你正能量 认为你是最棒的 嗯 我之所以今天要讲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我是后者 然后我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家庭环境也好 或者是学校的环境也好 都是那种 甚至是社会环境也好 都是那种怎么讲的 人不是很鼓励式的很证明式的 对于你犯的错误 或者对你做的不好 反过来更多的是就是说 你怎么就是 就是就拿你和多的好人比较 就是说你怎么这么笨了 你怎么这样呢 嗯 所以我是属于就是你说我不要笨了 或者做不好 然后我就会变了就是 就是这样的人就会住这种心理到我大了 我就认为啊 我很笨了 我确实不适合这种工作 就受这种话的影响 我就属于这种类型了 你说我笨 然后我就变了很笨了 呃 我记得就是 呃 就是我 呃 我大学并不好 但我 我并没有把原因就是 归结到学校或者是 呃 家里教育 但是有部分的原因 你我不适合中国的高考教育也好 中考教育也好 我不适合那个学校 就不开心 就每个人学生就在竞争 啊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 呃 那种沟通什么的 好多都是看你的分数 啊 你的分数不高啊 你的分数比较低一点 就会就是低看你 嗯 就是瞧不清啊什么的 就是整个范围是让人很压抑 嗯 然后 我记得我考研究生的时候 呃 我差点没考 但是我很感激 我 呃 我 我 我 两个哥哥 因为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我考研的时候 我说我要同 我们当地的一个大学 考入上海 呃 其实说这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这种大城市 我一直是在一个小的城市 然后 嗯 那时候我爸又说了一句话 他一直就是那种说些 就是 嗯 就说 呃 干不了这干不了那 然后又说 啊 如果你都考了那边去 什么太阳楼西边出来 或者是 呃 反正又说的很难听 呃 不是很难 就是对于我还是 我那个时候压力已经很大了 我都觉得我也考不过去 因为 好像很多研究师 考虑院教 他们也会看你的本科的背景啊 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就心疼打悟了 完了之后他再来这些话 当时我希望放弃了 本身考研的时候 那时候 嗯 那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 他都根本都不看好我 就是 那种 我认为那时候是我对好的朋友 就是那时候就是很低估我 就是因为 啊你从这儿来本科 你还要考到上海去 什么什么 嗯 就是 呃很受不了 但是我 呃 我真的差点放弃了 我也都越觉得越觉得不行了 然后 真的很 很很感动 是 我哥哥 我有两个哥哥 然后 对我的鼓励 然后 那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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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他那时候在上海 然后 工作 他那时候就鼓励我说 啊我就在上海等你了 就等你考过来 那时候一句话 就是他并没有说 哎呀你 你还要考到上海来 或者什么 啊算了吧 就是 他认为我可以考 完了之后 嗯 我二哥也是同样鼓励我 又告诉我要看哪些 因为他也是考了 也说 啊 然后他告诉我 嗯 应该得要 准备啊什么的 还是一直很 很正面的 就是说 你只要坚持 就是你可以的 就没有说认可了 就是说 做白日梦之类的话 所以那时候我也相信我自己 就尤其是别人的鼓励 然后加上相信自己的力量 是真的是 呃无穷的 啊 那你说 呃我 不是一个 呃 不善于考试的人 我有考试就特别容易紧张 呃 但是还好 因为说我研究生 我被 考研究生的时候 准备的很充分 即便是我考试那天 我也迟到了 呃 然后 呃 非常非常紧张 但是我有底子在 所以即便是急度紧张 急度发挥市场情况下 呃 因为技术比较扎实 所以 没有发挥市场正常的水平的情况下 我也我也我也过线了 呃 就是 我又水难了 就 可能考的分数是我的平时的训练的 可能百分之五十吧 对 我可以这么说 我永远考试 永远博士 永远博士 等我的平时水平都达不到 嗯 Anyway 就是我很健行 就是有支持我 啊 歌对我的一种正面的一种支持力量 嗯 然后 等我出国之后 就是离开了 就是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发现 就整个环境 大环境 包括我现在 我转行 我做IT这一块 做转业共同事 那公司里面 没有一个人就会说 哎呀 你就是一个学医的 然后做这一行 然后就会说 哎呀 就是 就没有一个人就认我做不了 没有一个人说你 啊 就是 反正我在河南说 我从来没有听到 嗯 一句河南说 我stupid 或者什么 就是说你笨蛋 我说什么 从来没 他们对的就是对事不对人 他们比方说 你做什么事情做得不好 他们会说明 你那些事情做得不好 下次不要做了 或者下次要怎么做 他们突然不会真理 你这个人笨蛋 或什么的 他们只是认为 你当时不表现 你把那些事情做得不好 而国内或者中国人 或者什么 他们会说 你这个人是笨蛋 而不是对那个事情 这就是一种 嗯 嗯 我怎么想表达的就是 我以前我出国了 就是让我变得很自信 嗯 一个环节真的很重要 特别影响人 就是 嗯 还是看人吧 就是我的性格 不适合在国内生活 嗯 我适合一种 我是一种 嗯 特别喜欢被鼓励的人 啊 喜欢生活在一种正能量圈的人 啊 就是 就是不在乎什么贫穷或者是富有 但是人一定是正能量啊 啊 就是开心的那种 积极向上的那种 啊 所以我交的朋友啊 也是那种 就是积极乐观的 啊 就是对人友好 对容颜是抱有一刻 就对人友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没有人是笨蛋 嗯 嗯 所以就是 嗯 过来就是 就感觉出 哎 啊 我现在就是 我能够转行啊 或者是什么呢 而完成我的博士 我都感觉是一种 环境的影响 如果我在国内 我估计我也 应该不会转行 或者转不过来 就会受各种各样的语言的言论 的攻击啊 会说 因为我当时转行的时候 我确实 也有家里人说 我还有也朋友 就是 可是我在这边 没有一个人怎么说 就是追求你想 想做的事情 啊 开心啊 并且我好像还可以做 这一行 啊 做得很开心嘛 啊 收入也还可以 各方面都很 就是就开心就够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 如果 啊 有朋友 观看我视频的朋友 也有类似于像我这种性格的 就是 觉得国内的话 你比较压抑 或者人 嗯 喜欢挖苦 你喜欢说你的短处 或者喜欢说什么的 啊 不妨试着像我一样 就是尝试换一个工作环境 或者换你一个生活环境 啊 如果有有条件 其实不需要什么条件 比方说你 尤其是现在出国业 特别容易 你就 你在国内有份工作 你在国外也基本上 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只要你的英语口语还ok 稍微练习练习 就是 啊 不要想特别复杂 勇敢的深情 啊 然后 就是我 很鼓励大家就是 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 啊 不一定就是 生活的不开心 还要坚守在那个稿位上 没必要 就是 啊 怎么说呢 中国人有句什么说 有句老说 人活的不是为自己 那是为什么 为国家 为家庭 如果你自己都不开心的话 你让别人开心 你觉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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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通吗 就是首先你要让自己开心 完了之后 你又有这种开心 啊 的一种能量 你开了 传播出去 你给你的朋友 跟你家人 给社会 你他都带来更好的 越正面的东西吗